我这盆天堂鸟不小心从花架里掉下来 现在给大家分享如何给它进行换盆 首先是挑选花盆 这个是原来的花盆 然后换上一个更大一点的大一号的 换门一定要记住 不要选择太大的花盆 由于造成积水浪根 选择大一号的就可以了 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土壤 泥炭土三分 珍珠岩两分 主要是疏松透气白雪雪良好 大家看一下底部是楼空的 我们上盘的时候 一定要塞一些土壤进去 防止它出现空根的现象 换门一定要记住 拍打一下盆壁 主要的目的就是蔚览 让根系好这个土壤更好的贴紧 防止出现空根的现象 然后把它放在阴凉通风量好的位置 等过上三天再给它浇水的时候 我们可以添加一些生根养叶 要令它长更好 好了再见